歡迎收看東京閣的橋 我是瑋恩 今天我們要來介紹 五個在東京你去了 可能會後悔的地方 一直以來呢 我們都是以正面的推薦 東京旅遊為頻道的主軸 但其實我們有黑暗的一面 沒有啦 今天呢只是想要分享幾個 我們當初拍的覺得很新奇 但是呢 如果你真的去了的話 可能會覺得 嗯? 我是誰? 我在哪? 我在幹嘛? 的那種地方 而且呢 最近因為在肺炎的疫情的影響之下 我們原先預計要拍攝的新片段 其實有一點遙遙無奇 所以呢 就決定用東橋的三年來 累積了幾百部影片 加上簡潔的能力 正面決勝負吧 抽牌 首先 我們要分享的就是 今次世界紀錄最短的電幅梯啦 那這個電幅梯呢 它是位在於很少人會去旅遊的川崎站 一間看似非常平凡的百貨公司 它的地下一樓 手共只有五段階梯長 83公分 然後只要五秒鐘給到上面囉 然後呢 我們到場之後就想說 欸? 只是拍這樣子的空景 衛免也太無聊了吧 於是呢 我們就靈機一動 再討論了一下 然後在電腐梯上 拍攝 直接看起來非常蠢的挑戰 我們接下來要挑戰在這個最短的鎖 我們在地上可以完成什麼事情 首先就來傳個訊息吧 解鎖 打字 耶! 成功! 哦! 快到了! 快到了! 哦! 完了! 戰! 火成膠! 開始! 啊! 快到了! 我完成! 耶! 好的 看完之後有沒有覺得 如果真的去了的話 好像也只能搭個電梯 然後打卡給朋友看吧 好 所以實用性的話 我只給它0.5分 第二個要介紹呢 是稍微有一點點價值的地方 這次呢 它是一個位在莆田站 有著非常多輪胎當作裝飾的 西六香公園 那當初呢 是我們在挑戰日本網站 它有列出B級的景點 所查到的一個地方 那一樣又是一個 我們如果只是單純去介紹 怕它會非常的無聊 所以呢 我們就非常有同心的 做了一些尷尬的事情 希望讓影片變得再有趣一點 小朋友應該覺得我們兩個大叔很奇怪吧 真的? 在這裡不知道在幹嘛 呵呵呵 好 看完了 那這個地方雖然有點偏遠了 可是我們其實啊 後來收到其實還是真的有觀眾啊 帶了他的小朋友 然後坐車 到這一個西六香的輪胎公園玩 所以我覺得他應該還算是有一點點用處的地方吧 那在實用性 我們就給他兩分 第三個要介紹的是呢 有中等用處的熟食自動販賣機啦 那位在明治神宮外院 有一個叫微笑公園的地方 他的門口呢 有一整排的熟食自動販賣機 甚至他還有賣可以直接在當場 沖泡泡麵的販賣機哦 好 接下來我要買熟食販賣機啦 那我就來買來看漢堡吧 他是那個耶 Setto耶 他的漢堡套餐啊 有漢堡薯條 跟一個小雞塊 我說實在話 他的肉排其實吃起來不會難吃 只不過有點可惜的地方是因為他是微波加熱嘛 所以他的那個 他的肉排已經有點吃掉了 好Q哦 對啊 像麻糬齁 超怪的 好的 看完之後你有沒有覺得 身為一個觀光客啊 與其專門跑到這一站 然後走個老半天 然後看到一個賣賣機 然後買東西來吃 好像去到處都有的便利商店買還比較快一點 而且應該還比較好吃 說真的那個微波的東西並不是太油 剛剛影片中應該看得出來 好 那所以呢 這邊我就把它當作是一個可以拍開箱影片的地方 可能PO在你的Instagram Story 或者是呢 在你的Facebook影片上面給大家看吧 所以呢 實用性我這邊給他2.5分 畢竟販賣機的東西 你煮完之後還是可以吃嘛 只是有一點 嗯 不是那麼好吃就是 OK 第四個呢 是在我們的影片中其實出現了滿多次 它是位在秋葉原的怪奇自動販賣機 那這個裡面呢 真的是什麼東西都有賣 包含關東煮的罐頭啊 塑膠球啊 我們來試試看這個 奇妙的販賣機賣一個球的玩具 為什麼要花這麼錢呢 OK 我們買到兩顆 兩顆球 可以運動囉 假的家蟲 然後不知名的包裝 然後打開裡面其實就只是一個一般餅乾的這種 垃圾等等沒有用的東西 全部都有 巧克力棒 大家看我們的影片就好 自己不用來買 嗯 不要忘了 那它就算是一個集合了日本的販賣機 與一生的一個小小區 好那我覺得這個地方其實有一個優點 就是它 那比起前面的三個地方呢 它其實是位在秋葉原 秋葉原是一個非常熱門的光光景點 那 通常啦 如果你是 第一次去東京 或者是你對於東京 宅文化比較有興趣的人呢 這個地方其實 不算太遠 所以 你如果去了秋葉原 順便繞過去參觀一下 甚至呢 買一兩個販賣機的東西來體驗 嗯 似乎也不算太差啦 所以呢 實用性的話 我會給它一樣2.5分 好 那我們來到最後一個 最後一個的話呢 是位在 宥天寺站的火車鐵道咖哩 今天要幫大家介紹一下 在宥天寺的鐵道咖哩 那這個我覺得應該算是全部介紹裡面的最最最最實用的一個 因為其實像這種特殊的景觀餐廳啊 覺得算是在全世界應該都算是有一定的人氣吧 那像我自己小時候其實也去台中吃過那個便鎖餐廳 以廁所為主題的餐廳裡面 那它裡面 我就是在裡面吃那個裝在造型馬桶裡面的大便的咖哩這樣子 好 所以相較之下我覺得 有著可愛妹子店員的特色鐵道咖哩 變得非常的實用啦 那雖然啦 對於大部分的觀光客可能覺得 誒 宥天寺沒有一定要去的必要吧 然後並不是什麼太熱門的戰 不過呢 你如果把它安排成去東京吃魚有特色的一餐 可能晚餐這樣 也算是合情合理啦 那所以呢 這個地方的實用性呢 我就會給它3分 是這次最高的喔 好啦 那以上就是這一次的黑暗東橋 所介紹的五個東京去了 可能會後悔的地方啦 那如果你真的是非常喜歡挑戰 做一些旅遊的時候非常不觀光事情的人 那這次介紹的地方就真的非常適合你囉 大家下次見囉 掰掰 那邊說 就是這邊 一只會再遇嘢 那這次的地方 我們趁機 你們來這裡 就是陰星 那些那些像 你們幾個東京都一年的 一类 精湧